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子杨杨合作七夕大片,策划拍成了。 杨子是现在小花中非常火的一位了,身为童星出道的姊妹。 长大后不负众望,依然是当红艺人,她是童星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位了。 可以比小时候更辉煌,一般童星长大很难转型也很。 难超越小时候的热度,但杨子是真的做到了。 她如今是收视绿女王,拍的戏一步接一步,都是大制作。 也是很受欢迎的IP改编的剧,所以杨子如今是新生代小花中最火的。 一位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,和她合作是很有热度的。 虽然杨子长相也曾经遭到过吐槽,不过长大后她便没很多。 也会打扮了气质上有很大提升,演偶像剧都是非常养眼的。 和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众多,而且每次和她合作的人都特别有CP感。 其实还要得益于她的演技吧,让人有代入感才会觉得十分的般配。 原本以为拍戏有CP感就很厉害了,没想到拍个策划也偶拍成了偶像剧。 杨子搭档杨阳拍摄了七夕大片,只是一个七夕策划片。 但俊男美女搭档演出了偶像剧既是感,意外get两个人的CP感。 看来是时候合作一部剧了,杨子和杨阳还真没有合作过。 拍摄策划是第一次合作了,虽然很短,也以造型为主,不过十分的搭。 杨子的时尚不是强项,被吐槽的次数很多,她不是一个靠时尚出圈的女艺人。 所以造型是很难被认可的,但这次的气质是有了,气场也足够强。 身穿情侣装,拍出的大片很有质感,也看到了杨子的进步。 不但有静态,还有视频未正,短片中两个人的互动还是很甜的。 因为主题是七夕,所以拍出来肯定要有爱的,让人可以感受到恋人之间浓浓的爱意。 才是符合主题的,两个人的服装都是情侣装,一黑一白两套,这套白色的非常纯洁。 背景也是白色,虽然只是一个眼神,但是真的让人感受到了情侣的状态。 两位不愧是演员,这种短片也是可以感受到演技的。 可能只需要一个眼神的互动,哪怕只是偷偷看向彼此,也会让人心动。 从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可以感受到爱的存在,这次两位合作拍摄的栖息大。 片都很给力啊,竟然一个策划都让人看心动了,如果来部剧会更完美吧。 杨子和杨阳都是同时期的艺人,合作也是可以有的,不过现在杨子杨阳。 带播剧还是蛮多的,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合作一次。 杨子的演技毋庸置疑,这个短片没有几个考验演技的镜头。 但需要有爱,这种小情绪还是难演的,况且时间也很短。 不过最终效果出人意料,两位太般配很是养眼。